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一天的开始 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 以福所书 这是多么的有福 也是多么的美好 好不好 一天的开始 让我们将心归主 让我们求神来记录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过蒙神喜悦的生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 今天的经文 以福所书第二章 十四到二十二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绸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 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 因为我们两下 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赶 得以进到父面前 这样 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 并且被建造在 师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 各方靠他联络得合适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辈建造 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兄弟妹 以福所说的主题是合一 保罗一再地强调 合一是神的心意 那么在第一章 保罗告诉我们 合一是神旨意的奥秘 所以在第一章的九到十节 保罗说 都是照神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 祂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使天上地上 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一 那么接着第二章 保罗谈到教会的合一 那么这个教会的合一 是从蒙恩得救的人开始 先是人跟神合一 然后借着传福音 带给族群的合一 带来区域性的合一 那么合一的关键是什么呢 是因着耶稣基督舍己 所以才发生的 现在让我们来读十四到十六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既在律法上的规条 或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 便借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弟兄姊妹 要注意这里一开始 保罗说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 那怎么和睦呢 是以耶稣自己的身体 废掉了冤仇的 那么这里接着又说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灭了冤仇 便借这十字架 使两下归为一 所以弟兄姊妹 能跟神之间关系的恢复 人跟人之间关系的恢复 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 留学舍命 所成就的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 同样是在讲和一 那是耶稣受难前 为门徒的祷告 那么耶稣所祷告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我们和一 如同他跟天父之间的和一 那么他跟天父之间的和一 是完全无缝的和一 父在子里面 子在父里面 弟兄姊妹 和一这件事对我们来说 怎么可能发生 当我们想到 单单要两个人和一 就很难达成 何况是教会完全的和一呢 但是这既然是神的心意 也是主耶稣的祷告 我们就相信这件事 必然可以成就 问题是和一这件事 是怎么发生的呢 保罗说 这是因为耶稣基督 肯在十字架上留学舍命 所以和一才发生的 所以和一的关键不是 你我说要和一就能和一 和一的关键也不是说 我们来建立共识 来开始的 和一的关键 是从耶稣基督的舍己开始 就像保罗所说的 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 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起了奴仆的形象 成了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已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兄姊妹 我们看见 耶稣基督跟天父的和一 是从他放弃 自己的权力开始的 当他放弃自己的权力 愿意取了奴仆的形象 来到这世上 为我们留学神秘 就成就了和一 同样的 今天 除非我们放下自己 放下我们的计划 放下我们的权力 来到神的面前 顺服他的旨意 否则和一是不会发生的 而这个过程是困难的 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说要计划这个 我们说我们要做这个 做那个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 除非我们放下自己 顺服神的旨意 因为这是和一的关键 我们来读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 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这里说从前是外人和客旅 兄姊妹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 这样的人不但不能享有 公民的权利 不是公民权 没有公民权 而且还要按照当地的规定 缴纳税金 但是一个人得救了以后 身份就改变了 不再做外人跟客旅 连身份也因此转换了 我们看见第一个身份的转换是 跟圣徒一同在神的国度里的人 神的国度是指神掌权的地方 神的目的是把我们救到他的国度里 同享神国度一切的权利 尽一切的义务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 第二个身份的转换是 跟圣徒一同在神家里的人 保罗用神的家 来说明新的身份 是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 跟神有亲密的血统关系 也是信仰的共同体 可以说是属灵的一家人 有福同享 有苦同担 弟兄姊妹 除了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 很有意思的 20到23节这里 保罗还用了圣殿的形象 来说明圣徒的第三个身份 让我们可以知道 圣徒是神的殿 神要借着圣灵 基础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心里面 我们看第二十节这里说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 自己为防角石 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结论 说到教会 这信仰共同体 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要结合在基督这房子的磐石上 外邦人和犹太人都一样 是神的子民 大家都是同胞 我们看见在第一章 保罗用基督式教会的元首 教会式基督的身体 来说明 所有信耶稣的人 彼此之间的关系 现在呢 在第二章这里 他用基督式教会的磐石 来说明所有信耶稣的人 都要连结在这磐石上 同时基督也是防角石 是牢靠的 是经过考验的 所以可以把我们连结在一起 进而一同被建造 成为圣殿 成为灵宫 弟兄姊妹 接着我们看 第21节22节 在这里保罗说 各方靠他联络得何事 渐渐成为主的圣殿 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 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弟兄姊妹 这里保罗还用神的殿 来形容教会的形象 我们知道圣殿是为了敬拜神 服侍神而存在的 所以圣殿不是指着建筑物 而是指着信仰的共同体 所以教会的存在的目的 是要我们来敬拜神 来侍奉神 你还记得吗 耶稣说过 那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真的是这样 弟兄姊妹 我有真实的敬拜 人才能够感受到 与圣灵的连结 弟兄姊妹 我们都要成为神居住的圣殿 这样我们就与神合一了 这是最亲密的关系 是圣经的真理 也是神在创世以前的计划 就是我们人头脑 没有办法理解的 所以求神联名我们 让我们能够懂得 珍惜自己的身份 也要积极的 主动的跟属神的每一个人 好好的连结 成为圣殿 成为灵宫 使圣灵可以 作为真正的 安乐的所在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爱我们 把这么多宝贵的身份 赐给我们 又肯居住在我们这卑微的人里面 这时候求你纪念我们 我们不过是受造之物 我们更谢谢你 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 还是给我们尊贵而你的身份 现在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 你是陶匠 我是泥土 求你来陶造我 使我能够做教会的活食 更是给我爱灵魂的心 愿意去把那些蒙神卷选的人 带回到你恩典的怀抱中 一起被建造成为灵宫 谢谢主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